喂 比較有精神 有 有 對 好 接下來 我們還繼續 再看美國 因為剛剛美國 沒有很清楚 美國現在一直在發展 發展他們的 那個 他們的武器 美國在宣布 亞太戰略在日本的時候 他們的一系列的 就開始 一系列的那些軍備就開始 所以呢 美國現在在 在日本的那個 航空母艦 航空母艦 這個 基地 他們現在飛的是 大航空 F-18 戰鬥機 跟美國 AV-8 的 戰鬥機 直升 直升 垂直起降 還有 這個 主要是 F-15 F-14 這些 在明年 全部都要搬送 為什麼 明年 2015 美國的福特號 就要下去 這個福特號 算是 21世紀最新型的一個 武器 它雖然造的不像 你自己的 像飛行號那麼大 但是呢 它的戰力 比它提升了更多 提升了更多 而且它一天的起飛夾次 可以比過去的航空母艦 多一倍 多一倍 甚至於 它可以在短短的時間內 做起飛 做起飛 他們從過去的 蒸汽式的 那個 那個什麼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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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飛的那個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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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改成那個 電子式 它可以在短短的 距離就可以起飛 那 而且它的那個 艦載的飛機的數量 更多 比以前更多 雖然它 裡面有比較大 但是它縮小 因為它縮小 它的那個 艦橋 也就是說它的整個艦橋 小小的快 全部都可以停飛機 那未來要停在福特號的 飛機大概就是F-35 那F-35 那F-35 如果是以航空母艦的 那個 它是B型 B型的F-35B F-35B F-35B是可以 垂直起降 垂直起降 那 美國空軍 陸海空 全部都要用F-35 它的盟軍 比如說像澳洲 澳洲買了100架 幾個英國 幾個英國 像日本 日本 日本它買了 60架 它的變值 40幾 就18架 那 六架要在美國那邊 原廠 原廠生產 剩下 剩下的話 美國要送錢給什麼 日本 自己 自己生產 F-35 那日本自己生產的F-35 肯定是比 美國原廠做得還好 你們相信 全非相信 肯定是因為美國 日本人的態度 就是比較值得 其信頼 肯定是比美國自己原廠 原廠 生產 絕對好 所以你看 雖然F-35 美國原廠出來 很多問題 出現很多問題 那些問題都可以克服 都是可以克服 他們 日本自己生產 第一個 它很會生產更輕 更快 戰鬥力更有更安全 F-35 那麼 美國軍方 預計要 製造 2400多架 F-35 這個是屬於第五代 戰鬥之身技 那第二個就是F-22 F-22被稱為 全球地表上 最頂尖的戰鬥飛機 我講一個很簡單的一個例子 台灣的空軍也不差 台灣空軍算很強 我們台灣幾百架 IDF就150架 然後F-16150架 半向60架 加起來 三十百架 三百 三十百架 好不好 那個F-5 就不要算了 旁邊人來訓練用 像VDI 那個 整個三百多架 只要一個F-22的中隊 就可以把他經驗 在日本 在日本 美國已經有一個中隊 在日本 加塞納基地 曾經有一個F-22的中隊 F-22的那個特色就是 他可以同時鎖定三百目標 同時可以發射四個目標集合 那他不用 他不需要纏鬥 他只要 150公里處 就可以把你打下來 你還沒有看到他 他就把你打下來 把你鎖定 也就是說 他的射扣 他的雷達 都比過去傳統的飛機 都還強大 也就是一個中隊 他甚至可以把 一個中等的國家 戰力 或是那種國家 一個中隊就可以把他 殲滅掉 所以 蘇聯最強的 蘇凱 目前講是蘇凱37號 去跟F-22做模擬戰鬥 他的比例是 1比 1比 4 也就是說 F-22 極肉一架 可以比蘇凱37 10架 所以那個比例非常的懸殊 再來就是說 他的省油 跟他的 維修 我想飛機 最重要就是 地球 地球的維修 像還有他的整個 戰鬥能力 我們 我本身是空軍出身 台灣的陸軍 我在置航基地 我們的飛機 像F-51或是F-2 他飛行中檢查 至少要45分鐘 到一個半小時 那也就是說 你一下來 你有一個多小時的時間 沒有辦法起飛 因為你要挖彈 什麼加油 F-15只有15 F-22只有15分鐘 也就是說下來 就上來了 就開始打 就出來作戰 所以他可以用最短的時間 到哪裡 戰鬥 我們需要45分鐘 到一個半小時的時間 來去做 如果你看 我們光是這個 他們就 你還沒有其他 可能在地面幫 讓你解決掉 那F-22的缺點 就是太貴 太貴 他大概要4億美金 4億美金 這台幣 121台幣 哇 那個債價 太不划算 好 所以我們為什麼要講各國的軍備 因為剛剛講過海權的實力 海權的能力到哪裡 代表經濟的實力 世界三大經濟體 美國 中國 日本 他們現在在什麼大 他們講的大國競爭 要把全球的一些金 一些 地上 天上 地上 地下 所有的 可以做給經濟利益的東西 全部他們所有算 所以你看 我們看中國這樣這麼 感覺上他們很 很惡 大寶 非常的強勢 原因在這裡 他說 你要擋我的財務 你不想問我 我是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不敢做生意 他會搶香 越南 沒想到越南不吃他那一招 越南 一定是背後有 什麼 有人撐掉 事實上也確實是美國人那邊 有很大的支持 對他們有很大的支持 不要說菲律賓 菲律賓肯定是美國 因為菲律賓本身沒有戰力 肯定是美國來幫他打 那我們在美國已經宣布說 我們要重返蘇比克 那用不同的名詞 來告訴全世界 我們不是助金 我們是輪法 好 接下來我們再拿到那個 那個利益 利益如果擺物品 就會造成什麼 軍事衝突 軍事衝突 所以拿武器 來跟大家 主要的目的是什麼 中國現在打台灣是打日的國家 都是不自自覺 而且也沒有什麼 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意義 為什麼 中國他為什麼對越南這麼客氣 不想再罵下去 為什麼 因為中國現在是打武器 就一直一場仗爭 因為中國內部就有十一個安全的問題 有十一個安全的問題 台灣是最小的 所以這不是問題的就是台灣 但是被放大最厲害的 在台灣的你來講 是被議論 媒體把它食物造成 喔 台灣跟中國的關係 怎麼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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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十一大問題 其實 我隨便舉幾個例子就好 第一個 那個 新疆文國族的 到現在都還在屠殺 跟恐怖組織一樣 沒有美國人同意 怎麼可能會繼續鬧下去 你想看看 不然中國也可以跟美國講說 你干預一下中國內政的話 處理一下我國家後院的問題 不可能 中國不可能 拉下這個臉器跟中國美國人講這個話 他又不敢指控美國 你說美國人搞的 美國人做事解釋很有 他讓你看不到 他做得到 但是讓你看不到 他的本事就是這樣 其實我們民政樓在操作這個問題的時候 我們在操作這個問題的時候 你幾乎看不到美國人的那個影子 但是呢 他確實是存在 就有點像我們台灣 總統府的狀況是一樣 為什麼做什麼事情 就是有 有一個影子在後面 這就是美國人的手法 讓你完全找不到 來對付他的 所以 我們坐在這裡 我們在幹什麼事實上 美國人也知道 他也在 就好像我們 我現在講這個話都是有負責 哇原一天我講錯話了 我可不好 我也有事情 所以 好 那 中國 除了 迴魯爾族 還有什麼 他的邊境問題很嚴重 他跟印度的 邊境問題啊 他也有那個 達賴喇嘛的問題 印度體達賴喇嘛 達賴喇嘛 對 新疆也是要搞新疆獨立 到處都自己搞獨立 那 主要是北方的 譬如是像東北跟中國人 中國南方 東南方的 民主性不同 那這邊是馬人 這邊是所謂的 烏羅蘭 就是漢人 我們所謂的漢人 這些人本來就是不同民主 本來就不同的效果 所以對北方的本來就比較狠 比較喜歡戰鬥 所以就會比較強盪強勢一點 這個 跟蘇聯的邊界 因為蘇聯的邊界問題 其實跟中國的問題 其實沒 俄羅斯啦 你不知道吃了幾次 中國的地圖 那個 豆腐 已經占了人家的土地了 結果 啊你是怎樣 中國是好 好 上去上去 好 那東邊 日本也對他也不是說很 因為就是那個 掉一台的事情 太多了 他的問題太多了 他只要打某一個點 完蛋了 其他的點 全部都跑過來 就會變成什麼 回到一百年前的什麼 八國援軍 列強分割就要開始了 所以這個考驗了中國領導人的智慧 他不會欺利也不會欺利 可是他會要求那個外交人 他現在的炸法 秋葉教導的外交人員 都是用嘴巴 用什麼 都是用假的 我告訴你要怎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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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 中國的福利的認證 讓台灣人知道 台灣人的媒體要配合中國的強大 來告訴台灣人說 中國很強大 中國很強大 你們不要對他怎樣怎樣怎樣 不要相信美國人 不要相信 我昨天看了一個 他是一個東森的記者 他就在講台灣民政 我是在想說 我實在是看不出來他對台灣民政的脫離 他到底要批判我們搞不清楚 因為我看了兩三遍之後 他根本他到底要講什麼 他講了很多 都沒錯的一些論述 但是問題是 他自己說 這些人你為什麼要相信這些事情 為什麼要相信這些事情 這是真相 對不對 是真相 那我就在想說 你為什麼你不相信這件事情 那我再想 這個人的八成一定是中國人 因為他整個所有的論述裡面 全部都用中國人的思維來看這些 他說我們 也就是在過去的那裡 跟威在海說 我們不是日本人的時候 我是全部的人都罵他有沒有 對不對 他說我們現在是美國人 未來是日本的人 我們本人就是日本人 我們其實本土的台灣人 沒有佛景物 因為我們根本不可變中國人 你再怎麼轉職 不可當中國 那我們只是為了台灣當局 為了方便管理 在台灣的身分 身分說這個是 這個 這個台灣的問題 也算是未來全世界的一個案例 因為全世界找了幾個案例 有很相似 但是沒有像我們台灣那樣子 搞了這麼多年 像美國跟西班的戰爭 得到了 貝利畢 得到了古巴 得到了關島 得到了歐多利克 然後 古巴被懸空割讓 就是西班也放棄了古巴 但是我們並沒有割給美國 其他的三個都被割給美國 中國中立殖民地 結果呢 古巴最後是什麼 獨立建國 還是扶持他們 成為一個全世界的命令 我們又跟古巴有一點點相似 這個部分很相似 因為我們相似的地方是 被放棄沒有何給死 那個我們稱為懸空得讓 懸空 日本放棄了一切的全力 但是呢 我並沒有割給美國家 沒有割給美國 沒有割給中國 完全都沒有 所以台灣的狀態就是 跟古巴的狀態是 跟這很類似 那我們比較慶幸的是 古巴最後他的結果是 美國人支持他們 成為一個主權無力的國家 這個又造成我們新的冒 所以我們未來的夢 必須怎麼樣 美國人說了算 當然我們不是說自己作戒 還是說事實上我們 戰敗很大 你還怎麼樣 要不然你要跟他打嗎 你也打不過他嗎 連我們的中族國 也被他管的實時了 你想台灣人能夠怎麼樣 我們只能學什麼古巴的模式 古巴也是 西班牙的知名地之後 沒有割給美國 追美國還是讓他 把他成為主權無力的國家 這是未來的知名地 那會不會怎麼樣 我不知道 火酒會這樣 我們也不知道 這個要看未來的狀況 現在離我們最近的是什麼 就是 琉球的模式 琉球的模式 琉球的模式是什麼 至少 這是現狀 琉球模式是什麼 我們先拿到什麼 旅行證件 我們必須要在 那個什麼 我們的身份 我們的身份 認同度上 先做一個確認 現在要做我們這個 我們身份確認之後 我們承認我們是 我們現在必須要 為什麼要申請ID卡 台灣人離證 都發生身份證 為什麼 這是一個身份認同的問題 那要讓人 美國會說 我們有這麼多的台灣人 本土台灣人 這不是中國人 我講我一個例子就好 我有一次我一個客人 我就在聊天 他是大陸的人 他是上來的一個人求生 我就問他說 其實大陸的人 不是每個人都希望台灣人 被中國病掉 我們就在聊天 聊聊聊聊 我就說 你們一直到台灣 變成一個中國內部 跟你們同意 我說我又不是中國人 我憑什麼跟你們同意 他想說 他聽到這個結果 嚇一跳 台灣還有別種人嗎 我說當然 我就不是 我的阿公 我的祖先就不是中國人 我們在這裡就兩千年了 你憑什麼說 我們是中國人 他嚇一跳 原來中國人 不知道台灣也是中國人 原來世界的人 不知道台灣裡面有 本土台灣人 跟中國人 兩種 住在台灣人裡面 共生 好啦 現在 後來他聽到了這個消息 你們應該趕快 把這樣的訊息 告訴世界說 台灣裡面不是只有中國人 台灣裡面有中國人 當然就在台灣裡面 所以其實這個東西 必須要被呼吸 可是因為媒體不是我在我的手上 我們並沒有操 並沒有辦法去操作這個議題 所以我希望有一天 我們禁壁把 有多少算多少 噴到誰 我就講這個 我就講這個 讓他們知道 我想他們也會回去自己 去 能夠發酵就算了 發酵了 沒有別的辦法 進一人的力量 把這個事情 宣傳出去 好 我們現在接下來就是 在討論台灣的地位 真正的地位 第一個就是 台灣從 我們現在從歷史 從歷史關於台灣 我們印象中文的歷史裡面 最早來到台灣的外國人 西班牙 這我們知道 對不對 其實在以前 荷蘭人還沒有來台灣的時候 日本已經來到台灣 我們 的祖先 有到過日本 有到過 在封城樹極的年代 有到過日本 被招待 但是這個歷史 看不到 好再來就是 西班牙荷蘭 來台灣 結果沒有多久就正常宮 就來了 因為正常宮的狀態跟講解是很像 因為是逃難過來 中國已經被 被滿人統治了 然後呢 明朝的旅程 因為那時候 明朝的海權很強大 結果跑到台灣 把荷蘭兩趟走 然後 從那個時候 那個正常宮在台灣 沒有多久就被什麼 康熙 康熙派了私人 把 正常宮 把那個 台灣收復了 把台灣收復了 所以就把這些 從中國來的 這些 明朝時期 從中國來的 這些 中國人 又把他移到大陸去 因為台灣是什麼 從那個 鄭成功的年代就是什麼 仿大陸的堡壘 仿大陸的堡壘 之後呢 被中國 那個康熙年代把它解決了之後 之後 之後 那個 大清帝國 頒布了一個命令說 不准中國人來到台灣 這個牢 免得 你們又拒咒 要想要打回去 這樣子 那 之後呢 他們對台灣就是不明不問 沒有條 嗯 沒有金 拼命再金 就派了幾個 干死人官員 去台灣 去 見了 也不算從這 執名 去 啃執 開啃執名 那 那時候的台灣 是怎麼樣 應該有一些 告訴你們 那時候的台灣 就是一個西半部 從基隆 最多到宜蘭 一直到盈東 整個東部 完全沒有被安保 那時候我們的祖先 還是 自己顧自己 還是部落主體 部落在生活 一直到了 1874 發生了一件 重要的 菩薩事件 就是 牡丹事件 這個中華民國政府的 教育部 常常拿這個 錯誤的 歷史 來進去 他說 那個 這個就是日本人 侵略台灣的重要證據 他們是講這樣的 武當事件 背景是日本 侵犯中國的 那個 歷史證據 你們知道 武當事件是怎麼發生的 武當事件是剛好 有一艘船經過台灣 結果在那邊 一道風浪 就被 有 有66本 跑到 那個 那邊 結果跑到了 侵犯到 台灣族的 團統人物 台灣族的 團統人物之後 他就把他 全部把他集一集 帶回來到那邊 就進行 屠殺 屠殺了 大概 五十幾個人 剩下十二個人 逃出去 因為那時候 在冰東的 盼人 就跑上去 不然再殺了 再殺了 會出大事情 結果這個事情 真的是 驚動了日本 就驚動了 大清帝國的朝廷 然後日本就拿這一點 怎麼樣 又要開始修理大清帝國 因為那時候的日本大帝國非常強大 大清帝國非常能力 好 接下來 事情就開始延伸下去了 然後日本說 我們 我們想去辦 我們無論如何 一定要 解決這個問題 你們怎麼 憑什麼 無用無功 殺我們全部 然後 那個 那時候大清朝廷 就派官員 瞭解 到底是誰殺了這些 這些人 結果到了台灣 那個負責的行政長 不安同 就告訴朝廷說 對 那個不是我們的 區別 那是化外之地 化外之地 也不是我們的 也不是我們的 靈地 這是他們自己 大清帝國者 那不是 你們 日本人如果要處理 你們自己去找他 討伐 日本人真的就派了 三千六百個人 過去 全國 三千六百個人 聽說回去的沒有幾個 我們就想說 哇 我們那時候聽到這個 故事的時候 覺得 台灣主那麼厲害 怎麼會殺人 然後你才知道 那些三千六百個人 大分時 以那個 孽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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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垂土不移 被蚊子 蚊子就可以把他們留死 想 後來就忍人想想 這樣不是蛋黃 這樣 我們還是會去 就把他們慢慢去玩 就跟那個大清帝國講 欸 這幫人賠償 賠償 賠了五十萬 五十萬的那個 五十萬 然後這個事情 神寶貞 這個角色就出來了 他就跟草地人講說 我們乾脆就開三五翻好了 就開三五翻 就是到了一八七四年 發生了一個大河國事件 大河國事件 那時候是在長鴻橋 祝布蘭西有沒有翻過之後 祝布蘭西出門 剛剛好可以讓他們的物資 船運到瑞瀉 那時候剛剛好那邊有一個 大清帝國的軍營在那裡 在那個地方 需要一些物資 要不然的話會被精密 然後他們就要從那邊經過 結果被當地的阿美族人 放下來 我說你們兵什麼來的這個地方 要把他們趕出去 就在那邊開始打起來 聽說清兵死了一萬多個人 整個還全部被打 這個事情 這個事情這樣下去不是辦了 打也沒辦法 怎麼辦 後來走病 無光亮 就想出一個計測 他就說 要不然就是用埋樓政策 炸 就是用氣炸的方式 他就跟我們那邊的同步 叫做麻藥病 他就說 要不然這樣 我的皇帝說 我要給你們過路費 或者是 而且每年會給你們什麼 而且這一場 我們也不會殺你們 因為我們皇帝要請你們吃蛋 喝酒 誰知道那個是紅門業 因為當時同步認為說 因為同步要決定這次 他一定會有個長老 他們約一個議會 他們會討論 到底要不要 要不要決定 接受他們的這個政策 後來 皇帝說 再殺一隻蛋 好啦 就去接受這個彈河的那個政策 結果他們全 他說那個 無光亮就說 皇帝說 要所有的阿兵和清典 去參加這個宴會 要清典 我就高興一下 結果喝了幾個小時之後 大家都醉了 就被集體捕殺 在那個 現在的地點在 靖國國小的朝長那邊 在哪個地方被捕殺 原來那些清兵在那邊 已經埋伏了 埋伏了很久 那時候 已經1874年 已經接近被 被日本 大日本帝國 割讓給大日本帝國的時間 因為我們是1895 沒有多久之後 台灣就被 日本 永久割讓給幹 那時候 日本 還以為 台灣 是所有的台灣 結果不是 所以呢 他們進來 到了19 1908年的時候 大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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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願 應對 1908年 我們 花蓮市 那一代 就跟日本合起來 日本總共在台灣 跟联書民打十年的難爭 打到最後就是 賽德克發來的奈爵 所以我們的 無事事件 那我們成功也發生了這個抗治 我們是在1911年發生的 什麼成果高事件 那個也是死亡產重 那時候的長輩 我去做田園調查的時候 長輩就告訴我說 我們國路如何 我們幾千年來 從來沒有人投資我們 他們憑什麼要打坐 我們要想到趕出去 就這個帳就打起來了 那時候台東市已經有一些 台東的開墾的這些漢道 聽說 那時候我們被稱為班人 班人殺人囉 胡瓜如山人囉 趕快回去就回去 不敢再待在台東市 把被監禮 就牽離到他們 那時候長輩就很高興 把日本人趕走很不錯 沒多久 人家就太低近了 然後後來就等人講 正大不是大 結果日本人就找到了 台東市有一個頭目 叫馬赫頭目 你們到台東市的時候 在清水公園旁邊 那個人頭目旁邊有一個很大條的路 叫做馬赫大道 那是中華路連結到車站裡 馬赫這個大頭目 日本人就請他說 你去幫忙講 說 我們不跟你打 我們請我們來和解 那個打頭目說 你們自己搞得出來的事情 你們自己有了 我們沒有代理 結果日本人想想想 就把這個 被指示的這些頭目 各種 像太亞族 就全部招待到日本 去看他們的 去夜宾 給那些頭目看說 你看你看 你看 我們的飛機 我們的船艦 你們打不過我們 要不然你們會被滅絕 後來馬赫頭目 看到這個情形 你會被滅絕住 他那時候生病是被扛過去 跟那邊當地的頭目 那個叫都立部落 叫 赫頭埋 赫頭埋 部落的那個 頭目就跟他說 你不要被滅絕 還是要跟他們講和解 最後 和解 成王王世傑 是這樣子 這樣可以被解 要不然那邊死了很多人 其實 說班人也是合理 只是為什麼 因為那個時候 其實 原住民接受 收拾的不到一百 真的不到一百 1930年現在是2014年 幾天 不到一百年了 幾十年了 七八十年了 那你想 惡物色事件 你看你們看過 賽德克巴萊他們那部電影 還在列人頭 那個還 列人頭是什麼樣的 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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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時候還有那個習慣 其實最晚 最晚有 解除那個習慣的是 那 德國的 德國 這個 日本的歷史 有記載 他們到那個時候都還在列人 列人頭 作為他們的一個 英雄 英雄 所以你看 你要看現在台灣原住民的領域 其實很明顯 也不用什麼針 大家都有自己的傳統 其實老人家都有告訴我 他說 你不要超過那個界限 要不然你會人頭落地 人家的 你會跟他講說 你不要到那個地方 你要不然你人頭落地 認識台灣原住很簡單 從北邊到南邊 各有自己的傷口 在北邊太亞族 太武德族 賽德克 到中國那邊 就有那個天堂的 那個到了阿里山 到了玉山 有布隆族 到了阿里山就有中族 到北南山 北南族 一直到了那個 大午山 擁海族 跟台灣族 那他們一直在哪裡 海岸山脈 我們海岸山脈 是山東跟山西 海岸山脈 海岸山脈中間有一條 那個 中間脈跟海岸山脈 都有一條那個什麼 那個 秀布蘭西 往那個 中間 或是秀布蘭西 然後往北邊 北邊的是花蓮 然後往那邊是台東 從池上 直到台東大橋的那個 那個 那個什麼 海南大溪嘛 那一條都是什麼 領域的界限 以河為界嘛 以前老人在講 以河為界 所以超過這個河流是我們的 超過這個河流是我們的 超過這個河流是我們的 是這樣子 所以維持了幾千年 誰也不去亂生 誰也不去亂生 所以是這樣 那個 這個事情其實 不是很久遠 不過就是 打不起白天 打不起白天 所以我們要 要認清事實嘛 這個就是事實 那這個 這種的歷史 被大家知道 也不會再國裡編譯觀說 編的什麼 不可能 沒有台灣的增長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 我們的歷史 不是這樣 我們的歷史更看不到自己的歷史 好 一直 到了 到了現在 不到一百年的時間 就發展第九四五年 那個 八月十五號 八月十五那個天皇 全部投降 那台灣應該大家也 這邊的 之前的老師都有講過 一九四一年 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五年 四月一號是什麼日子 一九四五年四月一號 一九四五年四一月一號 一九四五年四一月一號是 台灣被編布 日本避離的 三四五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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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即便八月十五號 投降的 領土就是領土 尤其我們有跟全世界幸福過來 跟全世界 他有用國際間的 領土取得的認真 程序 和取得了 台灣的領土是 一門天皇的 一門天皇的 所以 就好像 秘書長常常講的一個例子 某一個靈心 跟某一個靈心結婚 或者是有一個他用錢的 哨動 跟一個普通的女性結婚 結婚 結婚蓋章那一天 第二天 如果那個男的 那個哨動很誇 他一直找小三被抓到 對 當天 這個要執行離婚 你們想那個太太可以拿多少錢 一半的財產 那這個要怎麼算 我看才跟你一天 不算 還是打折嗎 不可能 你看 這種東西 主權的東西 不是這樣 第一天 就算 就開始了 人家說1945年不算了 戰爭時間不順 如果他的程序是合法 就沒有什麼不順 所以從那個時候 其實這個過程就是相當的長 1930年打完了 文社事件 經過七年 跟在安芋當地的 我們只講 現在講叫什麼注意 我們講高砂重 那 1930年 1930年結束了 將近七年的時間 在跟他們溝通 1937年 就可能 當地的帝國 就幫顧兵力說 在台灣 實施了嗎 幫民化 經過了幾年 才跟全世界宣布說 他們語言都很相同 所以老人家 有沒有 那個 戰敗之後 很多老人就會講日本話 你 原住民跟原住民之間 要用什麼 日本話來說 要不然語言不通 完全不通 聽不懂你的話 我們聽不懂 會打起來 有一個民族 叫我們講 撒基拉雅 在七美過渡的民族 他是已經生在 阿美族的社群裡面 為什麼 他就是被 蔡英屠殺 他們是被屠殺的民族 像格馬蘭 後來才有人 後來也跳出來 也是隱藏在阿美族 其實他們已經 阿美族化了 他們 九成以上的語言 全部都是用阿美族 撒基拉雅 撒基拉雅 是認為說 我們還有那些百分層 所以我們可以成立別的民族 為什麼 因為他可以得到 什麼 那個 更多的質疑 該組就有更多的質疑 相同的質疑 那這幾個 這上個月 我看到那個 行政院的公告 你們知道嗎 我不曉得 你們就看到這個廣告 這行政院的公告 不是我們講的 他已經把 嚴明會 課委會 行政院會已經通過 廢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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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我不知道他廢止的意思是什麼 是 這個單位還存在嗎 還是 我不曉得 可能要看後續 他到底這個是哪 他們也沒有講的感情緒 是不是這個會議沒了 還是怎樣 我也知道 再看後續 那這個 我們突然看到這個東西 中華民國搞這個事情幹什麼 很多內政部 警政署什麼時呢 刑事當 什麼時刑事 很多一些 我後來才發現 中華民國有太多動員了 幾萬個單位 都在領薪水 都是我們納稅的經濟 原來 原來兩兆是這樣花掉的 或是那個人事預算就不行了 講這個話 不是要先得罪公務人員 確實是 對我 如果你們發現了這個 你們會不會生氣 我只要示我 那我就覺得很難 不生氣 對 通緣太多了 通緣太多了 好 接下來就是 就到了台 中國 軍事政府 在台灣 就發生了 那些二八事件 所以其實從裡面 我們可以慢慢的發覺 你看我們最近 中華民國政府 體制下的 那些人 比較不清楚 我們原住的 有那個保餘地 我覺得這個保餘地 好一點保餘地 可是這個 對我們不好的就是說 保餘地有限制 他告訴我們說 你們只能保餘商區 那些比較好賣的話 比如說那個 比較有經濟價值的那個土地 你們不能配成保餘地 像省稻堂的話 幾乎沒有幾塊是保餘地 全部都是被私人 要不然就是 所以 我還以為他們真的對我們好 那也不是 那只是放一個 阿純天會 剩下的給你們 然後呢 我們在山裡 好好的結果 他用哪一個 凌霧群來跟我們爭比 就凌霧群 莫名其樂會 變成地主了 欸奇怪了 像我們那個什麼 三千塔 原來是我們的傳統領域 那個我們講 三千塔叫比西利安 比西利安的意思就是說 那個地方有羊群 可以去那邊打獵 所以呢 那個時候 那個十幾的老人家 會到那個地方 獵那個羊 其實不只羊 還有一些 荃啊 還有一些什麼 果子蠣啊 這些 我們都會去那邊去獵 結果 中國民國政府 一來的時候 欸 什麼都變了 你們不能那樣 不能這樣 這個變我們的 欸 什麼時候啊 阿公交代說 那個地方是我們 可以去狩獵的 可以去抓 以類被類的 什麼現在又不行了 他就說 啊這個地主 不是你們 是台形式 就畫給他來形式 那你們要進去 不能 你不能隨便拿去 你們哪裡那個東西 我就判你 用法子去判你 所以其實 我們很多爭議都是這樣 譬如說 這是我的原住民 我們主線就給我的鼓勵 結果 我去砍一棵舉木 砍一棵舉木 馬上就被判刑 就為了這個事情 都 像山群的原住民 就跟法院 跟一起 也是澄清澄清 為什麼我們自己的鼓勵 不能 砍我自己的事 他說 這個違反了森林法 違反了 這個是 那個森林法 這個不是你的財產 夠 如果超過 直徑兩尺以上 就是國家的財產 他就給你定牌 那個太遠地區就是這樣 首先留下來給他的土地 結果呢 有一天 靈霧舉的就跑過去定牌 這是國有 哇塞 我們跟其他道沒什麼 你家的土地突然見到 你跑進去 這是國家 那太危險了 那一天 誰才看我無數年 那不是我土地 上面的座 我永遠 一下子 什麼時候變成國家的 我們也不知道 好 今天上海到這裡 有一點 在這裡 靠北 曉örper 你 在這裡 我 raz說 因為你說 兩下 先講